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鄭怡婷 歡迎鄉親在十月頭一天,跟我再來關心電影大小事 北港町聯繫基盤第七次,五號蘇海演,今天進行營業 來自台灣國地一百零六位工藝術的作品 一般的模式做一次的營業給大家欣賞 一百多精彩的工藝品,讓大家大開工藝 五號蘇海演,自今天開始,聯繫三天 在南洋國秀華當中心基盤 歡迎各位鄉親,賺到中秋聯絡,來欣賞工藝作品 由冠府,傳統工藝發展協會,共同基盤,五號蘇海演已經沒力第七次 一百多精彩的作品,擺在華當中心裡面,看起來是非常壯觀 所有大師的作品可以說是非常寶貴 未來我們希望全台巡迴,來介紹給全國各地的鄉親好朋友 來認識我們傳統文化 那同時也可以透過線上的一個展覽 甚至國際也可以透過遠端視訊,來把它展示出來 所以我們一定要把我們的工藝師呢,推向國際的舞台 五號蘇海演,正是連沒跟風格的工藝作品 讓民眾可以一次地享受到各種工藝 也更是到塞府的真工夫 差不多可以說幾百種 因為你看,一塊兒一種工藝 他都在工藝師,都學精神來做 我們每一項都有使命 你們盡量注意看 反正他的使命都在拿起來 透過這個演繪 又是各樣的工藝都在互相交流 展示出真心創作的作品 認識好多好多的工藝師 而且我們所有的工藝師 大家像欣利 還有像兄弟姐妹這樣 認識好多好多的工藝師 其實出來參展的話 其實是肯定自己 把自己的手藝 工藝呈現給大家 做一個欣賞這樣子 因為來參觀好幾次 看到很多工藝師 作品都很棒 所以這次 每次在醫生要親我的時候 我就覺得 可以來參賽也算是蠻開心的 很感謝主辦單位的邀請 也藉由五四海宴的展演的方式 讓我們雲林縣很多工藝 是不被人家看到的 藉由這次的展覽 讓更多人看到 北港工藝房的館長蔡祥倫 他邀請了每一位的工藝師 來這邊展覽 然後他用我們這一些 108位的醫師 所以超級感謝他 為今天開始 連續四天 都在藍用國學 和當中心電視作品 為幸福的民眾 就要把機會 感受傳統更加的魅力 這次總一庭 彩虹報道 都在藍用國學